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黄大仙 报恩 各种动物修行呢 都有各自修行的方法 一般都是苦修 导航族了 自然就能够变换成人形 其中狐狸 一般都是扒开了死人的坟墓 照着尸体 就可以变化成人形 最能够投机取小的 那要属黄皮子了 他们会去那些人那讨风 一般都是修行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会在人的面前出现 然后做着各种各样古怪的样子 学人走路 学人说话 让人说他们像什么 一般的人呢 都会说 哎 你看这黄皮子跟人似的 有一些能够听懂的呢 就会说 像个佛家 他们听了风 就会拱手作义 助了他的修行 他以后呢 也会暴打这个人 有些人因为害怕 会惊恐的喊道 哎 这啥玩意儿 滚 甚至于拿东西打他 这样的话 都会毁了他的道号 以后他会报复 黄皮子属于太阴之物 他要修炼成精 他就必须吸收着月光的精华 每到月圆的时候呢 也就是初一十五 他都会偷偷的跑出来 找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学着人的样子 在那顶里膜拜 你要是靠近他的话呢 用棍子打他 他就会掉下一顶帽子 要你戴上这帽子 别人就看不见你了 传说啊 这不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戴上这顶帽子 跟黄鼠狼谈判 要知道 单单的 有着帽子还是不够大 最多的就是让人看不见你 但是 如果你从他那儿得到了 修仙的方法的话 那么 有人会提出来疑问了 既然这么难修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保家仙呢 这就是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道理 最好解释的一个例子 就是 蛇仙 白娘子 和蛇仙小青 白素贞修成正果了 他带着小青一起修行 轻车熟路的 事半功倍 就像是修好了庙宇 自然会引来和尚一样 一起修行 一起鸡贼功德 帮衬着躲避劫难 互相提醒 免得误入歧途 今天的故事 说的是有一个叫做 牛武的人 跟村子里边的一个 有父之夫 金莲 关系不错 用现在的词来说 要相好的 或者是不正当关系 这两个人经常 背着家里边人 去外边偷情 那天 金莲的老公 上班没在家 他又去找着牛武 去偷情去了 八岁的儿子 放学之后 饿得不行啊 于是就从鸡窝里边 摸出了俩鸡蛋 准备煮着吃 毕竟这孩子是第一次煮鸡蛋 而且他这年龄也非常小 自认为这鸡蛋熟了 就从锅台上边往下端 一个不留神 被那锅样烫熟了手 那半开的开水 一下子全都倒在了孩子的脚上 这孩子惨叫了一声 顿时就腾晕了 林觉张大娘 此时正在自己家院子里边 收那晾晒的衣服呢 听着那孩子的这个吵叫声 锅板掉地的乒乓乱的声音 赶紧的跑过来看看究竟 那孩子一看惨不忍睹啊 手上脚上起了一下子大水泡 个个的都是大大的 这把这个张大娘 吓得不忍直视 赶紧到了邻近的邻居家里边 喊了几个帮手 抱着孩子一阵疯似的 送到了医院去 没过多久 这孩子他接回来了 看着了灶台下边的情况 那再笨的人也会知道吧 此时 金莲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哼得小曲进了屋 那孩子他爹心中的怒火 一下子就撞到了脑门子上去了 金莲跟着牛五的风流 运势他早有耳闻了 只是没有抓着一个石手 不好发作呀 今天这孩子爹也控制不了了 见着金莲进了屋 上去就是一顿的暴打 这金莲也不傻 一边喊着救命 一边往外边跑 村子里边的人 有谁能够帮助 拉孩子他爹 可是他想错了 村子里边的人呢 倒是不少 居然没有一个上前去拉架 夏天的时候 这人的衣服穿的都少 金莲穿的又是裙子 没几下就被扯下来了 那孩子他爹 手上打着心帘 心里边想着憋屈事 渐渐的就失去了理智 竟然在大街上将金莲扒了一个金光 嘴里边还嘟囔着 你妈的你个败家的不要脸的老娘们 让你他妈骚 此时一个老太太拦住了孩子他爹 别打了 孩子还在医院呢 邻居们帮着照看着 你们两口子在这拼命 还要脸吗 别打了 还是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孩子去吧 孩子他爹停下了手 吐了金莲口吐 哼了一声上医院去 金莲被那老太太搀扶着回了家 老太太走了之后 金莲找了条绳子 将自己往梁上面一吊 做了吊死鬼了 再说这个牛五跟这金莲偷情之后 回到家喝了两口小酒 昏昏沉沉的就睡了过去 朦朦胧胧当中呢 他看着金莲过来了 你咋来了 那金莲羞羞答答的 慢慢的走到了炕边上 牛五一把拉过了金莲 压在身下面 风雨过后 牛五的酒意见消啊 摸着身边的金莲忽然之间就是一惊 这不是做梦啊 这 这感官咋这么真实呢 他忽然之间坐了起来 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大嘴巴了 疼 看着月光里边躺着的金莲 这莲咋这么吓人呢 牛五颤颠颠地从炕上溜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了过去 刚走到门口啊 就感觉到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牛五咧着嘴 喉咙里边哼哼唧唧地回头一看 身后边直直挺着一丝不挂的金莲 那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 舌头吐出来老长 面无表情的 这牛五喊了半生娘 俩眼一翻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 村子里边有一个做小买卖的去上早市 路过了一片树林的时候 想要小解一下 他就钻进去了 刚解了完 远远地就看着一个人斜靠在树上睡着了 这做小买卖的心想着 这么冷的天 喝醉了酒别冻坏了 于是好心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是他的手举到半空当中就停住了 因为靠树的这个人是一个死人 肚子里边的肠子都被掏空了 搭了在地上 吓得这人尿都没尿 滋滋地回家去了 后来牛五家里边的人来认识 这个死人正是牛五 瞪大了双眼 一脸的惊恐 肚子里边的肠子都被掏走了一遍 原来早在几年之前呢 金莲的丈夫下地去干活 一个人模人样的小老头走了过来 让金莲的丈夫说他像什么 金莲的丈夫随口就说了一句 像那个那个庙里边的佛 只见着小老头向他拱手纵意 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说完之后就不见了 究竟是不是黄皮的大仙 为了报恩 附在了金莲身上杀了牛五呢 其实我只能说呀 但愿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了 这就是黄大仙 报恩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费